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于正四大花旦榜单引爆娱乐圈 迪丽热巴真的是顶流吗? 于正的新花旦排行榜一出 瞬间在娱乐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迪丽热巴稳居顶流 杨子、白露、赵露丝 于书馨成为四大花旦 而周也、田西威、张静怡 王楚然则列为四小花旦 这张榜单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们纷纷表示 热巴独自撑起一片天 而杨子这次真的是坐稳了吗? 迪丽热巴被誉为娱乐圈的九十唯一 TOP花 影视票房突破数亿 网播量更是惊人 顶奢代言拿到手软 然而 于正的榜善将热巴排在花旦之外 按指他缺乏代表作 仅仅依赖流量 细思极恐 老于是不是在影射什么? 而杨子作为四大花旦之一 却引发争议 蹲着未知 也能试花 不禁让人感慨 这娱乐圈的宫斗戏码 比影视剧还精彩 赵露丝和于书馨 作为九十五双TOP 却被于正己进了四大花旦的第三位 似乎地位突然被削弱了一半 同位九五后的小花们 明明出道时间差不多 为什么有些人上位快 而另一些人只能站位 背后是资源分配 还是背后团队的运作策略? 娱乐圈的水 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 白鹿 这次凭实力成功击身于四大花旦行列 但这位制作的并不安稳 随着榜单的曝光 粉丝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其他几位小花的粉丝 会不会联合起来狙击他? 毕竟 娱乐圈的资源有限 大家都想多分一杯羹 这场白鹿之争又将走向何方? 名利场上风云人物轮流坐 靠作品站稳脚跟才是真正的王道 娱乐圈这个大舞台 有人笑有人哭 而站在最高点的人 往往是那些在风雨中坚守初心的人 你觉得 这次愚症的排名 真的公正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